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我是插画师Kill 今天我们来做意大利的加洛艺术家留色风景 以及德国克雷默的肖像套装的实色 我们先把它们拆开来看一下吧 它两个都是手工的水彩颜料 加洛一直据说是包装特别好 然后还真的蛮漂亮的 它有一个这个卡 上面是它的信息 用这种雪梨纸做了一个简单的包装 有一个小贴纸 然后之前外面其实还有一个塑料的和小贴纸的包装 我已经把它拆掉了 这个支风的也好好看 一个小盒子里面是六色的风景 然后它这里给了一个小色卡 好小值 是半块的水彩 我们放这边 我们放这边 然后拆一下这个德国特雷默的 德国克雷默 Grimer 但我不会得了欲碎 不知道咽咽的对不对 耶 它这个已经是有一个色卡在里面 而且它不是打印的 它就是已经用水彩图的色 的一个小色卡 然后手工的这种水彩都会有一些 气泡呀或者是裂痕之类的 能看清楚吗 还是稍微有些软的这种质感 但是它不粘手 它下面是有磁石的 可以直接吸到它的那个小铁盒上面 质量和颜料的包装呢都已经拆下来了 克雷默的这个本身就有它画的色卡 然后我就没有再填它 然后呢加入了这边 它有一个空白的色卡 我就给它涂了一下 然后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 我把它们里面配色的名称呢 也都写在了纸上 如果大家看不清的话 等一下我再拍一个更精细的图 放在后面 那接下来我就用这些颜色 做一个水滴的绘画的一个小测试 然后大家看一下它的试色的效果 OK 那我们继续 做一个小测试 我认为它在小测试上面 这些颜色 不是太大 但是我的颜色 就是这些颜色 有没有颜色 很酷 就是这些颜色 它是有个小的一样 它是最大的 它是最大的一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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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加洛艺术家六色风景 以及克雷默的肖像套装的 古地水彩的试色就到这里了 也不知道是有帮你种草呢 还是拔草呢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个赞或者关注我 让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